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今天的经文立位记二章十三节 你所献的各种数据都要用盐调和 因为盐代表上帝与你们定立的约 经文中出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 看似不重要 但却常用的一项调味品就是盐 盐在人类的生活中有极大的用处 例如在古代没有冰箱时 盐有保存食物耐久 盐也有清洁消毒的作用 盐在厨师的眼中 更是不可缺少的一项调味品 因为任何菜肴只要有一点点的盐加入 菜的美味立刻被提升 同样的基督教信仰的上帝 总是用最贴近人生活的用品 来提醒我们与上帝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在基督教信仰中 盐不仅在信仰仪式上需要 因为这表示上帝与以色列人的立约是永恒不变的 基督教信仰中也说 你们是地上的盐 就是要基督徒发挥影响力 展现盐的功能 什么是盐的功能 在新约 哥罗西书四章六节说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好像用盐调和 原来成为Peacemaker 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和平使者 就发挥了盐的功能 想想自己 在言语上是否带给家人 同事 同学 朋友 及周围身边的人和平的氛围 愿从今天开始 提醒自己 在言语上带着和气 成为上帝与人 人与人之间美好的Peacemaker 愿神祝福我们